一年一度的杭州马拉松 星期天盛大登场 吸引了23个国家 将近三万六千人前来赴约 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届的赛会的终点站 首次引入机器人啦啦队成员 为所有参赛者加油打气的同时 也凸显赛会超越传统惯例 和科技与时并惊 除了机器人啦啦队成员 赛会主办方也首创历史 引入机器人配诉员 分别充当把关 扮成马拉松和欢乐跑项目的 关门兔和陪跑兔 其中的陪跑兔配诉员 能够在场做出各类互动动作 让在场的参赛者乐开了花 杭州马拉松呢 最终由肯尼亚选手脱颖而出 以破纪录的姿态 称王和丰厚 而中国选手呢 则是横扫半场马拉松项目 男女组的桂冠 杀出口 杀出口 祇是一首 杀出口 杀出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